明玉才11岁 不过她为慈善团体筹得的款项总额 已经达到25万元 这样的金额的确非常惊人 而且还会不断增加 一开始许多买家可能纯粹是为了做慈善 才买一个小孩的作品 后来跟明玉接触之后 都对她的画画天分多了一份肯定 也就更加支持她卖画做慈善了 我觉得她这样小就有这个爱心做义工 我第二次买她的画就是要鼓励她 她这样小没有人家在鼓励她 她长大后她可能这个爱心会好像缩小了 新颂恩中途之家 是宁玉下一个画展的受益团体 这个中心完全靠公众的善款运作 两年前宁玉也曾经卖出十幅作品 为中心筹得三万元的款项 一名买家还把其中一幅画挂在中心内 鼓励前囚犯重新做人 那么她做的那个树 有的树是没有树的 但是她说要是太阳上来的时候 太阳就会带领这些生命 所以说每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人家可以有新的开始 有新的盼望 就是这幅画就可以带新的盼望 新的开始给人家 对这个施工来说 这幅画就有很多有很深的意义了 忠心为前囚犯和他们的家人提供辅导 让他们的生活重新开始 这里也给他们提供就业良机 学习一技之长重新生活 所以这里的每一个成功的个案 都为另一批决心改过的前囚犯 和他们的家属点燃新的希望 宁玉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下 开始卖画筹款 五岁时妈妈要她画画 送给捐款救助越南小孩的朋友 结果妈妈向二十名朋友 筹得两万八千元 宁玉也就画了二十幅小作品 送给这些叔叔阿姨 她长大后才慢慢了解 画画原来可以帮助别人 两次为越南儿童筹款 宁玉都是和教会里的小朋友一起合办的 后来她越画越好 管妈妈就开始给她办个人画展 而且总是加入慈善的元素 管妈妈希望女儿可以把她的关爱 散播给其他较不幸的人 我真的 shown her a lot of love 我非常喜欢的草莓 我一直觉得草莓 是不是一个人抑制孩子的 而是一个人让他制作 你制作她的程度 她爱上去 她也喜欢上去 除了为孩子灌输正确的价值观 管妈妈也为宁玉 制造美丽的生活片段 让她在呵护中成长 这幅画的灵感 就来自淋浴四五岁时 一次和妈妈在晚上游泳的欢乐时光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幸运的经验 她在笑着 很开心地吹响 玩着玩着水 我认为这让她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当她在画画的经验 她在画画的物质 她在画画的物质 所以她在画画的母猪和小猪 来表达她 两个人在游泳 所以我们在画画的经验 我认为她在画画的物质 她在画画的物质 冥玉的父母都相信 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很重要 他们要让孩子成为一个可以感受被爱 和懂得施爱的人 他们也极力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和善用时间的观念 我认为她在画画的物质 她在动作 就是她建立她自己 她是建造自己的性格,她是建造自己的未来 她是建造自己的 values 所有这些都很重要 所以当她是写的,它不是关于我 但关于她的经历,享受她的时间 花着她的时间 constructively 所以责义是重要的 所以她知道当她的时间去做这些 它会与她的时间 明玉五岁接受正规的画画课程 六年来技巧日趋成熟 老师认为在画展中和买者以及参观者交流 对一个学画画的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学习过程 从明玉身上,她看到了一个小画家的成长 我看到一个很特殊的一个不同 就是或许我们会认为一个孩子 去再画展把她的画卖出去 应该是非常地骄傲或者是自满 但是她是相反,她非常地权虚 而且她有一点觉得她应该做得更好 她应该下一次我一定会做得更好 因为这么多甚至是一些画家都来看我的画 所以她们有一种对自我的要求更高 除了学画画和击鼓,管妈妈就没有安排你一遇上其他的课程 因此她能尽情地去做她想做的事 管妈妈认为这能够让女儿学习安排自己的时间 在任何地方都有小天才 问题是我们如何发掘他们 给予他们适当的培育和发展的机会 让他们不至于只是小时了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